大家好,我是素素 然后我今天继续发视频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 就是身肠,怀孕妇身肠 每个孕妇在怀孕期间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顺肠还是剖腹肠 其实真的到了身肠的那一天 顺肠还是剖腹肠 还是医生做了爽 对吧 我呢,当时是顺、转、po 就是两个都经历过了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产经验 我是第一天晚上十点钟 晚上十点钟开始阵痛的 然后到了早上一点的时候 羊水破了 这个时候就要准备去医院了 但是当中我还洗了个澡 准备了那个叫爸爸把准备之前的带肠包都拿齐了 然后开车去医院 两天钟到达医院 医生直接就给我上了各种机器 车心胎心的机器什么的 然后这期间当中一直阵痛很难很难受 到了早上九点二十的时候 我开了两指半 医生说,好吧,我给你上午痛 然后上午痛一直到下午三点 我一直能开到三指 就一直开不了大 然后妇产科医生就说 你的骨盆太小了 宝宝又比较大 所以准备抛肤肠 所以三点半准备抛肤肠 大概准备了三十分钟 四点钟上手术台 四点十六,宝宝出生了 所以抛肤肠真的很快 我之前痛了十几个小时 抛肤肠十五分钟,宝宝就出生了 是不是 然后我是在医院待了五天 因为是抛肤肠,待了五天 然后宝宝出生的体重是3.3kg 然后49厘米 然后很开心了,宝宝回来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顺肠跟抛肤肠的好处 以及坏处 顺肠的话 它好处是恢复快 据说有些肠肤 它能三四个小时之后 就能下地走路 然后它的肠后感染 跟出血很低 几率很低 然后对宝宝据说很好 它在分娩的过程中 子宫的收缩 能让宝宝的肺部得到锻炼 然后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的病率 还有呢就是那个胎儿在生肠的过程中 在肠道里受到的触觉以及痛觉的一个锻炼 可以促进宝宝的脑部发育 所以坏处当然是太痛了 生肠时间太长了 那个痛真的是无比言语的痛 但是我发现后来就是还有一个痛 比身肠的痛更痛 然后剖腹肠的话 嗯 好就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不能自然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择剖腹肠 比如说宝宝太大了 还有头没有朝下 就是宝宝没有翻过身来 或者是有高血压 或者是有些慢性疾病等等 这些情况就只能剖腹肠了 然后剖腹肠的好处就是 它太快了 就是整个一个手术期间 可能只有一个小时 就宝宝就出生了 嗯 然后可能会减少一些 宝宝那个生肠时可能出现的意外 剖腹肠就是一个 紧急解决办法 它的坏处也有 就是恢复慢 很慢很慢 我是第二天才下的床 可以自己去上厕所 然后我整整两个星期都吃止痛药 据说我不吃止痛药会很痛 因为起码只是一个手术嘛 然后呢麻药的很 有麻药风险 因为你打了麻药之后 我就是迷迷糊糊糊像磕了药一样 真的是神志不清 我那时候睡了两个小时 好像手术后最后睡了两个小时 麻药才静静的降下去 然后这是个手术 肯定以后有感染啊 出血率啊这些问题 比较高 然后我是属于 骨盆比较小的长腹 所以我没有这个顺长的那个条件 据说呢是骨盆越大 胎儿顺长的几率越大 但是有些胎儿大小正常 但是骨盆太小的话 也不能顺长 所以我是经历过这么些 但是到最后那颗宝宝出生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感动的 不管是哪个方面 顺传还是剖腹肠 还是很感动的 所以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 自然生的话是 生之前痛 真的是很痛 然后剖腹肠的是 生之后痛 因为我整整调养了很久 然后这个手术的疤痕到现在都还有 还在还没去淡掉 都快一年了还没有淡掉 所以这是留在身上的一个印记 好了 这是我的一个小分享 好 希望对你选择骨肠 或者是顺肠有用 起码就是说 你的骨盆跟我一样是小的话 你建议你先问医生 因为会有一个测骨盆 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可以测试你的骨盆 能不能开到食指 所以呢 这个可以向医生建议一下 问一下 好了 拜拜 下次见 这里 是